请收看新春自由行 欢迎来到新年恭喜发大财 欢迎收看新春自由行节目 好家好生都在家 把握过年假期 新年走春一定要到基隆去走走 为什么呢 今年的基隆有很多新的建设 变得不一样了 还有更多的惊奇跟亮点 要知道最详细的旅游资讯呢 我们也请到当地的大家长 就是林又昌市长来到现场 为大家来介绍 市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恭喜 好 市长我们知道 今年的基隆有一个新的景点 算是新吗 真的好多人慕名而来 尤其是铁道迷 更是不辞千里要来朝圣 就是由北台湾最美车站 支撑的八斗子车站 它是去年12月28号才启用的啦 不过真的是好受好受欢迎 我们请市长为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历史还有地理环境 好 这条八斗子的一个车站呢 其实它过去是一条 运煤的一条轨道 不过荒废很久了 那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海客馆还有铁路局 还有市政府合作 一起把这一条八斗子的一个 八斗子的这条线呢 把它复始了 那这条线也有人说 南多良然后北八斗子车站 是最漂亮的南北两个 领海的一个车站 所以你一出车站之后 就可以看到 基隆的超级物敌的一个海景 另外这条路线是从瑞芳来发车 然后沿途会经过一些山林线 会经过一些山区 然后最后出了隧道之后 到了海边就是会看到 整个非常开阔的一个海岸线 那另外因为结合了瑞芳 所以也会跟这个平溪啦 还有这个整个的平溪线的铁路 会穿接起来 所以三海做连接 很多人是说在那里看看 无敌的海景 超级无敌海景 超级无敌海景 因为这个八斗子车站 副舍除了可以增加 旅游的一个亮点之外 它对地方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可以带动这个周边的一个观光 那市长附近还有哪些 旅游的景点值得一去的 其实这条路线开通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搭着火车 刚刚我讲平溪线的一个串联 然后就是水晶酒 这个九份金瓜石水南洞 然后就沿着东北角的 一个路线进到基隆 那接下来就是旁边的海客馆 还有朝靖公园 那其实交通也很方便 我们现在有一条叫做 2088的快捷公车的一个路线 可以从台北的市府转运站 一路就到海客馆 那这个地方离海客馆 其实不远 大概散步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那所以你也可以搭着 2088的快捷公车到 这个海客馆 然后去朝靖公园玩一玩 然后再搭着这一条铁路 继续走平溪线 或者是沿着东北角 到水晶酒去玩 或者说颠倒 从水晶酒下来之后 到我们这边来玩 所以有两种方式可以去 一个是坐火车 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坐公车 快捷公车 快捷公车 第二好行的观光护照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观光护照 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了 其实这两年 我们几乎每年都上民事节目 来宣传基隆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 有印象的话 我们这一条六二的快速道路 六二的这条六二线 其实会衔接的就是包括 也包括我们未来基辅公路 现在的基辅公路 然后还有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在这一个廊带里面 所有的这些餐厅 还有好的一些观光的一些景点 所以你搭着六二的这条路线 来到基隆 其实就有一本这个叫做 观光的一个护照 可以带着大家来玩遍 整个六二线周边的一些景点 所以这里头是吃还有喝 吃喝玩乐 交通通通都有 就是非常方便 只要拿到这一本 基隆走透都没问题了 对对对 而且它里面还有规划一些 有趣的一些行程 比如说这边有这个 像春游海藻或者下访锁馆 秋淡肥蟹时尚基隆 冬天的山药等等 那它有把路线规划出来 所以照着玩就好了 那我考一下市长好了 现在很多家庭嘛 可能到基隆去一天玩不够 两天一夜可以吗 还有说家庭 大家一起出游可以吗 或者是说你喜欢人文一点 深度一点旅游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把它交通便利了 然后景点规划有一些路线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配套 可以不同的配套 然后我们当然是需要说 外地来的游客最好是能够 在基隆停留一晚 那停留一晚可以比较轻松 比较舒服 那因为现在我们 基隆的邮轮是世界的 这个非常知名的 而且也是台湾的邮轮母港 我们今年已经超过七十万人次 七十万人次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说 基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那未来来搭邮轮的 这些观光客呢 可以先在基隆停留一晚 然后比如说可以先到 这些景点去玩 玩完之后轻轻松松 饭店会把你的行李送上这个邮轮 然后呢你就可以打扮的 漂亮的轻松 然后直接上邮轮去 然后去这个 去搭邮轮去享受去观光 所以这是我们配套的一个做法 那想说很多都是家庭出游嘛 都会带小朋友啊 带小朋友到基隆怎么玩呢 带小朋友到基隆 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海科馆 那海科馆旁边有这个 超级无敌的棒的那个 潮进公园 那我们现在把潮进公园 旁边的非常广大的这个海域呢 我们已经化作是这个 我们的海洋生态的一个保育区 那未来在夏天也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水上无动力活动的一个场域 所以包括你夏天带着小朋友 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潮进公园 那边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景的艺术 有这个非常巨大的那个魔法的扫帚 然后就会对着这个基隆宇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海岸线 那另外在旁边有很多的 公共的一个艺术非常漂亮 而且我们在旁边夏天的时候就讲说 你的独木舟 风帆船 或者说海上的一个浮潜 甚至是潜水的一个活动 都是非常适合这边 那旁边是这一个海课馆 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 而且现在海课馆因为很多的空间 甚至它会办这个夏日的美食趴 所以你就带着小朋友来这边 又有吃又有的玩 然后这个白天晚上可以玩 然后你甚至就是说 只有可以选择住在基隆一夜 然后隔天再到附近的景点 再继续去走走 就是来到基隆的话 就是轻轻松松的享受 幽活慢活的一种生活 一种旅游的形态 刚刚市长说 刚刚有一个巨型的扫帚 他是一个法国艺术家 他有一个主题在是不是 他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其实这个扫帚呢 他就是要 他其实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潮艺术公共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题目 那就是要保育海洋 那保育生态 那所以他在这个超级五顶 就是说他是我们整个 潮艺公园最顶端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看他现在这么漂亮 以前是一个垃圾场 是一个垃圾的掩埋场 所以你绝对想象不到说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垃圾场 现在变成这么漂亮 这么漂亮 对 因为之前在这个地方 好像有办过一些活动 甚至还有 我有些朋友在那边野餐 然后就觉得说 哇 很美 可以看着海 然后又有绿地 在那边是非常享受的 好 那么到基隆去旅游的话 有美景 不能够没有美食嘛 那过年呢 一定需要这个特产跟礼品 来看看我们的现场 就 市长今天带来 好多好多的伴手礼 跟以前有点点不一样 以前都是带一些海鲜 活跳跳的虾 鱼 这一次好像比较特别一点 其实这两年 我们基隆的海鲜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有本港的认证 我们跟海大合作 有做了食品的一个 检验跟认证 有生产的履历 而且我们现在 基隆海鲜 已经卖到很多的通路里面去 包括便利商店等等 所以基隆本港 已经是一个海鲜的品质保证 它不只好吃 而且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 就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那个食安 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我们最近这两年 基隆渔会的这些 卖太好了 海鲜的产品卖太好了 现在他们的营业额 是之前的三倍 所以今年我们就不推销海鲜 今年我们基隆的伴手礼 又跟过去不一样 今年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文创的一个商品 这些商品经过很严格的筛选 其实都非常的有品质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样 我们今年有 去年有办的这个新的十大伴手礼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 而且都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非常的好吃 那市长提到说文创商品 我就很好奇啦 文创跟这个一个鱼港 鱼港的基隆 到底怎么做一个结合 其实你 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 像这个吗 对对对对 在这边 像这个是很漂亮很有趣的一个 这是一个刀叉组 叉组 对对叉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 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 像是小管 对 那这个也是基隆的一个特产 对 那它其实就把它做了一个 很精致的一个结合 对 那所以其实像这种就是其中的一种 然后像这一个 像这个也是吗 这个也是 对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特别做这个 这个与童去基隆 那这是像这个过年的时候 其实还蛮应景的 这个可以拿出来 抽抽了 可以抽 对对对对 那在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跟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可以一起同乐 然后他这边有做了一些 很精致的一个饼干 然后这是小时候玩的 对 所以就是厂商 然后加上一些年轻人的 一个创意发想 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然后你看这个是 这是 虽然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 这个小市场的咖啡 可是它不只是咖啡 它好像做了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 非常精致的一个提袋 所以我们今年的 那个文创的一个商品 其实这一次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 这些文创商品 是不是都有经过一些选拔 或者是经过一些评选才出来的 是 我们今年这些文创的商品 大概有一百多件来投 来投了之后 我们经过一个评选的 一个过程里面 挑出其中的 这些优胜的一些项目 那我们给它一些资助 就是说希望它把它变成 是一个商品 变成是 可以变成一个新创的一个事业 代表基隆 对对对 然后我们给他们一些协助 也鼓励年轻人来创业 所以这个是我们结合的 青年创业其中的一环 好 除了这个青创之外 其实很多传统的一些礼品 也加了很多的创业 像这个萝卜糕 过年大家都要吃萝卜糕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特别 好像跟普通的不一样 这个也是我们的菜头柜 手工的菜头柜 然后它也是我们十大半手里 那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是海味的 海味的 海味的 所以你这个导播 如果镜头可以拉近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 一点一点的 对一点一点的 那个就是鱼卵 鱼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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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吃起来会跟 过去我们一般吃的 这个萝卜糕的一个感觉 口感不一样 会不一样 啤啤啤啤啤啤的感觉 而且它更有海的一个味道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 还有关系 像一些蛋卷 也是海味十足对不对 像这个一打开来 我刚刚闻到了 不一样 不是鸡蛋的味道 是浓浓的海味 对不对 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刚刚闻到了 好浓好浓好浓 好像有樱花虾口味的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海苔口味的 对 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厂商 结合了当地的一些 鱼产所研发出来的 都是非常有特色 其实这个是比较有创意 因为其实蛋卷 大家也吃很多了 对 那就是一般那样子的口味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 新鲜的一种尝试 那你吃蛋卷 因为味道的是海的味道 海的味道 对海的味道 然后它会 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 就是我们会要求那个 比如说刚刚讲的 这个卫生安全 然后它会比较低的热量 然后也比较少的 用油的那个量 所以吃起来健康 没有负担 对没有负担 对没有负担 好说到这一个 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 像是这个 就是很新鲜的了 对不对 是原本就是长这样 然后直接把它给烘干 对不对 没有看过吧 我是没有看过 可是过年吃这个 很像蛮有趣的 这个叫做摇滚小卷 摇滚啊 摇滚 摇滚小卷 摇滚的小卷 所以你可以吗 吃吃看 来我们来给镜头看一下 这其实真的是很特别 它就是 原本就是长这样子 小卷的样子 一整只 对一整只 那市长吃吃看好了 我吃吃看 来跟我们讲一下 那个口感是什么 而且很脆耶 很酥 然后过年的话 都要吃些零嘴嘛 要看电视啊 要看我们的节目啊 搭配这个其实 就非常的好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 它就用新鲜的那个小卷 这样有损我的形象 这样用一个新鲜的小卷 然后下去这一个 去制作 烘干的 对 所以它是一整只 对一整只 那我还是非常强调 现在 大家强调食安 所以你看得出来形状的 吃起来就安全 对比较有 因为你知道说 它是什么东西做的 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真材实料 对 因为你看得到 它一整只 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是 其实它突破了一些 制作上的一个技术 它不需要把那个原料 把它磨成末 那看不到 对 或者说 很多的那种添加物 我们这个都没有 所以 其实吃起来健康 而且过年的时候 吃起来你就也会安心 对 好 今天市长带来很多 有创意的伴手 也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等一下呢 市长要跟我们分享说 到金龙去还可以怎么玩 还可以喝很多很香的咖啡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新春自由行 到金龙到底怎么玩呢 刚刚我们说到 有这个观光护照之外 诶 市长据说还有咖啡主题地图 但是我就纳闷啦 咖啡跟金龙到底怎么做结合的 其实金龙因为是一个海港的城市 所以你知道在海港的旁边 其实就是最有人文的风情 然后人家以前常常讲说 那个喜怒哀乐 有没有 那个离别 或者是那种迎接的那种欢喜 其实都在港口发生 那所以金龙以前是 台湾算是开化得非常早的一个地方 西化得非常早的地方 以前也是美军这个舰队驻扎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过去就有 金龙有很多好的这个咖啡店 然后也有很多好的西餐厅 那本来它就有这个基础 那最近这两年呢 我们金龙市特别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从外地回到故乡来创业 所以多了非常多的文创 或者译文的这些咖啡店 而且它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那另外金龙的咖啡店呢 跟这个咖啡厅跟台北不一样 是我们的咖啡厅呢 很多都是有view的 就是你一方面 对 你喝咖啡 不能没有美景嘛 对不对 不能只品尝咖啡 所以金龙很多的咖啡店 其实都在location 还蛮好的地方 而且你一边品尝了咖啡 然后一边开心的聊天 吃了很棒的这些点心 然后一方面就很漂亮的海景 跟风景可以欣赏 所以这是金龙的咖啡厅的 一个特点 好 那金龙既然这么多咖啡厅的话 那我就偷偷问一下 市场自己有没有在闲暇之余 跑去喝杯咖啡 我平常是比较没有空 不过其实这些新开的这些店 其实我们也市政府 也都有给他们一些辅导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小市场的咖啡店 它就是在一个我们叫做 以前在我们暖暖的这种 传统的菜市场里面 你绝对想不到说 居然在那种菜市场里面 开咖啡店 而且它开得很好 而且是排队的 所以去喝咖啡的是当地人 还是说大家是慕迷而去的 都有 都有 所以我觉得比较特别感动的是 因为他们这样子做 他们也改变了那一个 传统市场的样貌跟生态 现在那个传统市场已经被改造 变成是已经是经济部 还给它一个颁奖说 它是我们最近算是改造 而且做得最好的一个传统市场 哇 好特别喔 在渔港 对啊 一间咖啡店 可以改变一个传统市场 而且给它带来新的一个生机 很特别的 海港有这个咖啡箱 然后做一个结合 蛮浪漫的 那我手上是还有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咖啡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这也是 基隆市府推出来的一个 这里面好多好多的故事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地图 所以是不是还蛮方便的 大家按图索记啊 就可以到这些地方去喝咖啡 然后享受一个比较悠闲的下午啦 好 那除了可以喝咖啡 吃美食之外 提到吃我最有兴趣了 到基隆怎么吃 其实基隆吃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传统上知道 这个庙口的美食嘛 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 基隆有很多叫做巷弄的美食 对 隐藏版 对 隐藏版的 那今天呢 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我们基隆的仁爱市场 仁爱市场的这一个美食区呢 现在被网路 被网路评为是 这个叫做全台CP值最高的 这一个美食市场 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制作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地图 因为你知道传统市场 那个就它比较密集 所以你如果是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 你没有人带的话 你还不一定找得到 说不定迷路了 对对对 会迷路 而且因为它密密麻麻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 其实最棒的一种人文的一种风情 那很有人情味 那所以现在说实在来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平常中午都已经爆满 那很多人甚至要去排队 而且我刚刚讲那个 我们的邮轮的旅客现在很多 很多外国人还特别慕名而来 所以你到这个仁爱市场的楼上的美食区去吃 搞不好还会碰到很多 所以说那个外国人一直在排队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在市场吃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太多了 讲不完了 几个比较特别的好了 其实包括 其实在市场上面也有一些 比如说像咖啡的地方 然后另外就是像这个炒面 其实都非常的有名 然后另外上面也有那个日本料理店 还有寿司店 那还有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海鲜的小吃 还有这个蚝蚝 那个蚝蚝蚝 然后还有这个 刚刚讲的 那个像这个三鲜的水饺 它都是很特色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素食的餐厅 海鲜的餐厅拉面的等等 日本料理等等 非常非常多 其实这都是在地人 会去吃的好料 对 过去说实在 这是在地人才会去吃 那很多人 基隆很多他都会 他不一定会去 每天都去庙口嘛 对不对 但是我想这个 大概每天都会来报到 像小芬你之前去买 那个甜不辣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在这个市场 原来像我其实不知道 那个就是人不爱市场 但是我知道说 那里有好多好多的在地人 然后好像观光客没这么多 但是他都是趁 趁金的在卖 对啊 我们一般吃甜不辣 会觉得一碗一碗了 可是我们基隆人吃甜不辣 是一斤一斤卖的 对 哇 所以到基隆呢 千万还有这些隐藏版 市长刚刚有介绍 一定要慢慢的去品尝 这个基隆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地方 除了妙口之外 市长介绍的人不爱市场呢 也都是大家非常值得 去尝鲜的地方 所以在过年期间呢 一定要到基隆 来走走来吃美食 来看美丽的风景 那么今天的新春自由行 介绍到这边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喽 好 谢谢 欢迎大家来接我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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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